先锋联赛新版本你一定要知道的五大枪械调整 1.141 作为上个版本木枪中的大哥大 这回又是被砍了一刀 不过大家可以放心 只是纯机动的搭配没有那么强势了而已 咱们加一个一体消音器 直接做到29米内全身稳定4枪挡 压枪方面会有一些垂直后座力 但还是比较可控 这是新版本的配件 2.M13 本次缺弱了一些射程和机动性 但整体来说不痛不痒 带上一个重型枪管 还是可以做到29米内全身稳定5枪挡 打头依旧是3枪 配件方面也是推荐两套 3.TDW57 本次更新后拉满射程的情况下 14.46米命中大腿及以上稳定4枪挡 相较于隔壁AK117 12.8米全身4枪子来说 差距并不是很大 唯一的优势就是续航足 以及相对更好压枪 喜欢玩117的小伙伴可以尝试一下 这是配件 4.手喷 尖枪子弹散步 但依旧回不到从前 看到了吧 5.6米的距离 这么多枪 只有一枪是直接淘汰 其余都是一丝血 嗯 懂得都懂 这是配件 5.CQB5 本次主要加强了伤害面积 现在命中胸部 肩膀 大臂 以及头部 都可以三枪带走敌人了 可惜腹部不能三枪倒 不然真就成了全民神器了 这是配件 那么关于先锋联赛 不仅有丰厚的奖励 还有专属竞场动画和专属MVP展示动作 并且根据官方的可靠消息 联赛将于5月6日下午17点30分正式开启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动摇 专属owym 感谢观看